好久沒出任務了 為了要回饋廣大的粉絲們 今天好不好 直接我們就來獵這個小鮮肉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 Hank 王滑翰 哈囉 我是滑翰 Hank 哈囉哈囉 哇 滑翰最近因為一出這個BLG 這個約定I do 人氣大漲 你自己有沒有感受到人氣大漲 小漲一點 不敢說大漲啊 不敢說 兩個月內差不多 多快十萬 BLG其實 他其實就是男生演員比較多 然後就會感覺有一種 好像要過宿舍生活的感覺 幾個大男生聚在一起應該會蠻ㄎㄧㄤ的這樣子 那就是可能下戲 或是當天拍完或是殺青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可以聊聊幹話 如果硬要說的話 金羽真的身材的確是比較厲害 但為什麼這齣戲是你是裸露擔當 為什麼 你是特別跟導演要求是不是 還是 沒有 其實我也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到現在我也還是一頭霧水 為什麼我會拖比較多 如果真的要用一個原因的話 我覺得是因為比較符合角色設定 我的角色在裡面是比較大啦啦不屈小節的那種性格 我一直以來都不是練到那種很肌肉線條很明顯 我那時候體質差不多十二左右 就是算正常範圍 然後我自己覺得是還可以啦 但是還是看到那種網路上還有寫說 那個飾演史蕾德身材 如果沒有很壯乾脆不要脫了吧 就還是有人這樣想 然後我心裡想說 拜託又不是我要脫的 然後我覺得說 而且我練成這樣又沒有到很 這沒有到很肥肉啊 我就只是 就只是可能腹肌沒有大家 覺得說一定要像什麼 彭麵有一個六塊肌那種 對我可能 maybe就是 就是很不明顯的那種四塊 然後一點點線條這種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很OK了啦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身材是我想要的感覺 那請問現在腹肌還在嗎 可以露一下嗎 先腹肌應該應該不太在了 有啦最近 最近有有在回來運動 因為居家防疫嘛 就是還是有保持運動的習慣 但是因為我自己還是不太敢上健身房 所以就是可能在那種肌肉的力量啊 以及那種肌肉的明顯度 可能還是有差一點 所以你運動是本身喜歡運動 還是因為演戲被強迫運動 運動的話我比較喜歡打球 打球這種一般可能像大學生這種 這種室外運動 但如果真的是說健身的話 真的是為了工作需求 要不然我覺得健身對我來講好無聊 你的確有一張明星臉對不對 就像 不要說像 不要這麼說 像明號有沒有帶來什麼樣的壓力啊 我想說 對反正這輩子也沒有辦法到達那個高度 那也不用給自己太多壓力說怎麼樣的 你的梨窩有沒有獲得粉絲們的青睞啊 應該是有 因為有些人說欸這個梨窩蠻想戳的 這樣聽起來有點變態 但是確實有人這樣講說欸你梨窩很想這樣戳一下 應該是不同的表達方式吧 傲嬌 是這樣說 對吧 這角色在這個約定挨度裡面 他算是主動初級表白的人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對算是比較主動一點喔 那你自己呢跟這個角色的性格是嗎 遇到愛的話 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要看情況 但是如果以 人生經驗來講的話 主動方面是比較多 喔所以是主動比較多 對 那失敗率大概怎麼樣 呃 還沒有失敗 唉唷 哇 真的還假的啦 沒有但是 不是這樣 可是這樣講好像我 我 很 很 很 這這這這個好難解釋喔 現在突然挖了一個坑給自己跳了 這有點難解釋 應該是說 我 我主動初級的次數 不多 但是 就是很幸運的 剛好 就是 剛好喜歡的人 剛好也喜歡我 這樣子 但不是代表說 欸好像到處 年花惹草 你不是濫情的啦 對不是濫情的 欸但你 主動初級有沒有 五根手指頭 有 的數字 有 欸那對不對 你成功率超 百分之百 超高的欸 你有什麼絕招啊 要不要教教大家 其實沒有 我覺得沒有什麼絕招 有點難 絕招 展現一個 真誠的心嗎 你自己講的覺得很煩 你自己都笑了 因為我不是肉麻派 所以你是務實 所以你追求的招數就是這樣子 就是溫馨接生情 然後電話 暖男行吧 應該這樣 欸那你做過最暖是什麼樣的事 事蹟啊 他喜歡什麼小東西 可能默默欺下來 然後在不經意的時候 送給他 不一定要生日 就是想到 就可以給他一點小驚喜 這樣 可能有的網友不太知道 就是劇中角色 就是磊哥跟媽媽告白 他喜歡的對象是怎樣 這樣子 然後就很感動 就哭了 所以那時候你是 比方說醞釀的過程當中 在想些什麼嗎 因為你就說你 哭點是一個很高的人 會讓我真的有幾句要爆哭的點 是因為 裡面有一句台詞是 不管你做什麼 媽媽都會無條件的支持你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我媽也很常跟我講這一句話 就是在很多事情上 我媽都是跟我講說 不管你做什麼 我都會無條件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當下台詞聽到的時候 非常打動心 是讓我真的覺得說 好像我媽真的在跟我講這些話 所以當下的情感 就變成一發不可收拾這樣 所以那場戲是一次OK嗎 還是怎麼樣 哇一次OK 這時候 好好的自私一下下 我那天拍一次前我還很擔心說怎麼辦 我能夠哭個一次 了不起兩次我覺得我就要給自己拍手 然後那天就是四個鏡頭 完完全全就是每一場都爆 每一個鏡頭都是爆哭 非常非常順利 戲劇方面的偶像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就是 Tom Cruise 佩服他很 就是真的很敬業 那亞洲地區 我最喜歡演員是 就是牧村拓宅 所以事實上你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我自己覺得我算蠻活潑的 外相 對外相 但是 但是我有點矛盾 我不太喜歡 social 但是我很瘋 就是 我第一次認識 譬如說在朋友聚會第一次認識人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內向一點 但是認識我之後會覺得我是個瘋子 大學在宿舍裡面 然後男生打完球就洗澡 然後洗澡就圍一條毛巾出來 然後可能我們就會在同學宿舍 可能放 都會放幾件一兩件乾淨的衣服 然後同學宿舍衣服就在外面亮 然後那個 我有一次同學就拜託我說 誒 你那個衣服可不可以在陽台 可不可以幫我拿進來 然後那時候剛洗完澡還沒披浴巾 然後我說誒我還沒穿內褲啊 他說沒差啦 你不敢喔 然後我就想說 就什麼我不敢 然後我就在宿舍裡面 學校應該看得到 學校應該 某個角度就看得到男生宿舍 然後我就直接 全裸去陽台 然後把他收衣服 收兩三進 這樣掛在肩上直接走回來 你當時在想什麼 我當時在想說我有什麼好怕的 反正我有的你們也都有啊 所以未來拍裸戲你是可以接受的 哇裸戲喔 裸戲我應該還要再玩 那個鏡頭真的出來 感覺某些人會特別暫停去 去評估你的身體狀態 我覺得這個好 我心裡還過不去這一關 從小就很清楚自己 我就很想要當明星 這樣聽起來有點 有點臭屁 但是就是 感覺從小就想當明星 就是應該怎麼講 我國小的時候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王力宏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好想要像他一樣 就是在舞台上 唱歌表演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想變成王力宏 所以我就學了鋼琴 我就學了音樂 就覺得我有招一日好像可以用到 然後到了國中 大家喜歡羅志祥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說 跳舞好像很帥喔 我想要去練跳舞 所以就是 我覺得就是從小就喜歡看 藝人表演 就讓我覺得說 我好像 自己覺得可以走這一行試試看 然後我媽覺得說 要讓我體會一下說 就是心裡受打擊的感覺 所以才幫我去報名璀璨之心 這樣子 就沒想到又一次就成功 對 其實進到這個圈子 才發現一切 是從這裡開始 你外面說什麼 海選幾次 那只是 一個大門檻之中 一個小小小小小一個部分而已 其實真的難得是真的 你進來這個圈子之後 你發現 你可能廣告試了很多 你才中一個廣告 你可能戲試了很多 你才中一部戲 這樣子 最後就是要跟你講 要講說 有沒有什麼話 跟粉絲說的 來 跟粉絲說的 謝謝大家支持 約定這部戲 然後就是 小弟我呢 以後也會更加努力 拍出更好的作品 大家可以把這個 HANK的IG跟那個 臉書 都給他追蹤起來 今天謝謝HANK 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